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从头到尾的新娘已经组了好几人了 今天是新光国小的校长推荐来这里 来昆山国小来做交流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叫学生来这边互相交流 最前刚好寒流来 大寒流 倒霸花 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做这个 祝福一碗给他们软软味 软软心 也很有意义一件事情 希望他们吃得高兴 吃得健康 都非常敬佩大坑一碗博 就是失业东山再起之后 到全台湾很多学校去驿祝 那他来到我们太平区新光国小 驿祝给我们孩子吃的时候 我们全校1500个孩子把所有的零用钱都捐出来 一共捐了6万9千多元 所以我们渝丸波邀请我们新光的孩子 跟他一起到偏乡来驿祖 我们第一站来到风景优美 然后老师办学校长办学非常认真 老师认真教学的昆山国小 那今天资敌队还有我们优秀的艺文团队老师秀龙老师 还有所有的行政团队来到昆山国小 那跟昆山国小的孩子一起享用 于婉博的这份爱 那也希望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传递幸福分享爱 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台湾的温暖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大坑于婉博 还有我们新光国小的团队 来到我们昆山国小 那我们昆山国小是一个偏乡学校 那平常受到很多的善心人士 还有公益团体的赞助 那今天呢 有这样的一个姻缘 大坑于婉博 在新光国小校长黄校长的眉合之下 来到我们昆山国小 小朋友都很高兴 那今天开场 我们看到两校的一个子弟的交流 还有等一下他们的老师 会来教我们小朋友做纸染 那我们下午这边 因为我们隔壁也有一个七分咬的 淘逸工作室 那我们也安排 让新光国小的小朋友 也可以做一点 我们这边的一个地方的文化 淘逸活动 那希望在今天 渝王博的一个活动之下 我们两校的师生 可以藉由这样的机会 做一点简单的交流 也让小朋友体验到 其实不管在城市或者是在偏乡 他们是受到很多老师 还有很多的三星人士的一个关心跟照顾 非常感谢 尊三国小一主 超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